歡迎來到Zillatec 我們是一個韓國企業 製作只有在韓國的安全鏡 我非常榮幸我們的香港企業 今天是Sandy 首席公司Crosstec 我會告訴你 這四鏡鏡子 我會看到 我第一塊玻璃 我們會打一塊 普通我們在家居裏面 都會看到用到的雙震玻璃 在Application在哪裏會用呢 就會在我們家居家居的大窗 玻璃或者露台玻璃 甚至有些寫字樓 普遍寫字樓都會用這些玻璃 今天我們看看 當我們打有什麼特性 謝謝 很明顯 我們大家也都看到 當一個大槌打下去之後 我們這些沒有安全情況 的玻璃就算是雙震 當它打下去 它就會即時爆 和碎片爆 都屬於一個很危險的玻璃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公眾地方 我們是不會建議用的玻璃 第二個我們今天會展示的 就是一個甲心玻璃 是5加5的甲心玻璃 它的安全情況 或者它的防爆情況 會比第一個更好 當我們大槌打下去的時候 有什麼特性呢 我們現在去看看 好 我們看到了 剛才我這位同事 用10下 10下打到玻璃 它已經出了一個大洞 這個大洞 手可以伸一個 當一塊玻璃打穿了 而手伸一個的話 它的安全保障 已經完全消失了 就算我們用到 5加5的甲心玻璃 我們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10下之內 就已經消失了 它完全保障的情況 好了 第三塊 我們要看的 就是我們稱之為的防爆玻璃 在現時市面上 你會見得到 規格是稍為高的防爆玻璃 我們強調 它是5加5加5加5 是4層 4層玻璃的甲心玻璃 好了 當我們大取打眼試 有什麼情況出現 會不會和它一樣 或者更加好 我們現在看看 結果 出現了 車和盔甲心玻璃 全爭 到他 歇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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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얼마나有誇人 保障的能力 我們現在看得到 保障情況 給第二塊 是稍為 좋은 剛剛總共打了十六下 十六下 它洞也比剛才少 這亦說 保障的時間要長了一點 但是十六下之後,你亦都可以發現手可以伸進去 當一塊玻璃打破了,打穿了,手伸進去 它已經將安全情況破滅了 已經保障不到裡面的所有東西 我們安全玻璃有什麼需要要知道呢? 第一,要保障人,因為人生命是最重要的 第二,財物,建築物,所以當一塊安全玻璃打破了之後 它完全消失了這樣的功能 最後,我亦都是最精彩的環節就是 我們看看當我們的鎚打一塊薯拉提玻璃的時候 它有什麼特別,為什麼一塊薯拉提玻璃 比它更加輕,比剛才兩塊更加輕,或者更加薄 這塊薯拉,亦都可以有更加好的效果 我還要強調,它這塊玻璃是100% UV Protector 是防止外光,即是說這塊玻璃在任何的苗屍蔭裡面 亦都不會影響油畫 就算你女士手袋,亦都不會影響任何有什麼damage 好了,今天我們最精彩的地方開始了 我們請這位同事,我們一起看看這塊玻璃有什麼特性 HRE PIT 我們看到了,這兩位同事已經打了差不多八十下 而我們在後面一點事都沒有 也做到他的安全保障,一隻手指都穿不過 所以,士多提玻璃是現今最高的規格安全玻璃 多謝,Chris,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多謝 很棒